世界纳其热 老杨在这儿呢 这次会自助我了是不是 我这边瞬间就 经过接近三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终于到了环坛 接下来第一站就要去罗大 去采购一下 出发了 呼呼 这边的梅思藏 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全带涂 温宿搭配 还有份汤 然后这一份是6.3马饼 大概和人民币应该10块钱 OK 这就是我们的两份烤鸡饭 这会儿什么也没事 OK OK 谢谢 这边可以用祝福宝银帘 当地一定要用的就是touch go 来关丹的第一轮饭 剧场的一个红丝绒 6满 太水爽了 满满的起司的 呼呼 3个品牌的大球是推荐给大家的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叫Lotus NSK是一个本土品牌 当然了还有一个叫巨人 价格来说的话就是比较的平民 都是local的人来采购的 但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像这种较大型的 会离市中心地方会有点远的 如果大家是住下来的话还是很方便的 说实话这会被这个100给中草了 这边的一种功能饮料 然后甜度就属于那种健康型 应该是低糖或者是带糖的那种 这一个1.5升的100是2块8毛9 就大概和4 5块钱左右人民币吧 有一个大的功能饮料 这边的物价到底是怎么样的 说你之前的视频没有讲的特别细 我可以给大家几个比较有参考意义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先来到这边的泡面区吧 比如说这个是lotus精选 这一包是5个 5个泡面的话大概和人民币 就拿这个数去乘以1.5吧 大概5块钱左右 就和一包面在1块钱左右 像这边有泰式的话 可能就会稍微的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关税在了 但当然也和一包一两块钱吧 茶区还有一些咖啡区 身边喝咖啡的朋友也不少 比如说还可以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随便找一下 比如像这个 看看 这个是速龙咖啡 本土的速龙咖啡 这一大包20小袋 大概和人民币在15块钱 和一小袋的话 也不到1块钱 几毛钱 却朝着三合一的话 20包8块9毛9 就很便宜 和一条咖啡 还不到1块钱人民币 如果您常喝咖啡的话 就可以比较一下它的价格了 粉牛奶长得好可爱 Strawberry 草莓口味的牛奶 像这个米会卖到1公斤大概7马币 和10块钱1公斤马5块钱1斤 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啥 薯片山呀 哪个小孩不想有一个这样的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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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house 我们将Stay for 3 days Baleho入住了 毕竟带着父母来 他们可能会喜欢比较安静 比较社区化 当然也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住宿环境 再一个就是 对 房子大一点 然后他们活动的空间会大一点 还是每次带着父母出来 他基本上卸完行李进了屋 就是开始食的 然后开始什么找洗衣机找厨房 我们这回的一个villa呢 是一个穆斯林的人家 人家的规定就是我们进门前要先把鞋脱掉 进来的就是一个厅 上面是三间卧室 这边 进来的就是一个大厨房 然后晚上为了我的这个剪视频的方便 我就选择住在了这个屋 哈哈 ok 然后这边是一个我觉得特别酷的厨房 特别特别酷的厨房 为什么呢 这有很多做饭的工具 哇 太棒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